美玲老師來進行 林珠的占卜 我們大家一起來戰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會好命嗎 會好命嗎 平第一直覺 我們第一組是五顆對六顆 第二組是五顆對三顆 第三組是五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五顆對四顆 第五組是五顆對一顆 我們要平第一直覺 我們看看 你會在哪一方面好命的 我們先開第一組 我們來開淨醇 我們先來看 觀眾朋友跟靜純挑到的 是在哪一方面會好命呢 這個東西你這是貴人 貴人滿滿 這個好重要 對 我們貴人 其實很多人現在心思很亂 我未來我是要移民好的 或者是我要轉職好的 或者是說我生病了 我要找什麼老師好 或者找什麼醫生好 要做什麼 人生才會在十字路口的時候 當你有這個貴人運的時候 就是說你特別容易碰到善的人 碰到貴的人來給你指引 到對的方向 所以我們恭喜你 來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四好了 找老師跟觀眾朋友聽不到 好 在哪一方面會好命呢 這個我們話說 就是業績方面 好高 業績喔 對 我們業績的話這就是說 很多人呢 其實現在是年終的對不對 年終的話 其實大家都要去拼什麼 拼你下半年的這個業績 是 所以這個對你來講很重要 這個我們陸下的節氣呢 如果補到這個掛的話 代表說你下半年不止一個月喔 你下半年的業績是滿滿的 所以好好的思維 你的方向在哪裡 你的客戶群在哪裡 好好的去擴展你的事業群 我們來看三好了 小寇跟Paul 我們來看 這個在愛情方面 你看 你看這個愛情 你看兩個人頭的愛情 最近好開心 好 感覺到大家都曬文章 再來一胎吧 哇 好結紮喔 你看小Call也是喔 愛情滿滿的 真的耶 是 最近很好 像我們 對 這個 這個我們補到這個掛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已婚的 代表說 你們夫妻彼此呢 那個感情是在增溫的 這個時候呢 你要跟老公要包啊 或要旅遊啊 你都可以開口 很多人不敢跟老公開口 我很敢 但是當你補到這個掛的時候呢 你可以跟老公開口 你想要 很多人想要出去玩一玩 都不敢跟老公說 這個時候你可以跟老公開口說 那我們出國旅遊 那如果是單身的人呢 也可以把自己打扮漂亮一點 趕快受身 把自己打扮漂亮一點 出門就會遇到真愛 我們恭喜你 然後我們再來看 我們看二 都沒有人挑的 其實口福很重要 現在的人呢 都宅男宅女宅在家裡 都不願意出門 當有人開始要請你吃飯的時候 就代表說 貴人有項目跟你談 有機會賭給你囉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不要人在家裡 我們有口福的時候 也代表說我的貴人即將出現了 一定要把握這個機會 再來呢 我們看賭靈 還有我們賭靈 你看站上角小巨蛋了 你看 不得了 真的 那個運氣 你看這個運氣 沒有人知道 沒有啦 有效用好了 你要聽到那個是不容易 有效用 你看你前面PK了多少人 這我們剛才是只要做完 對 好 財運非常非常的好 站上角巨蛋之後財運就非常非常好 來 觀眾朋友請注意 如果喜歡我們命運好好玩的節目的話 請上YouTube上面搜尋 命運好好玩官方頻道 就會出現這個頁面 然後這邊紅色的訂閱給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隨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我在這裡等你喔 Oh yeah